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显现 参考经文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 《骑士录》一章九节 约翰向他的第一批读者解释说 他明白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意味着什么 他曾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被囚禁在巴摩岛上 约翰肯定地指出 任何跟随耶稣的人都无法免于迫害 事实上,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 要预期有迫害 耶稣的敌人怎样对待他 他们也会怎样对待跟随他的人 但耶稣也从死里复活得胜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教会也会和他一样 神的子民在地上生活时需要忍耐 为神的国度经受考验和苦难 但神应许所有继续服侍他的人 将永远与他们同在 接下来约翰注意到 耶稣用号角般的声音 宣告了自己的身份 并让他写信给七个教会 约翰转过身去看是谁在说话 有一人站在七个灯台中间 身着长衣 头发和眼睛反映出 《诞义礼书七章九节》中 亘古常在者的形象 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 这位人子是可信赖的 无论他的仇敌做什么 因为他是耶稣 他是教会的主 让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君王 你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请赐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每天都带着 对你的盼望和信号 忠心地跟随你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你电子保留下来 你电子保留下来 我现在有一个力量子 别发现 你电子保留下来 了 と 你电子保留下来 你 Disability